扎文斌这人啊 向来不喜欢勉强别人做事 但这批人真的不能先走 只好说道 那你们就站在我们边上 别乱动也别乱跑 然后转向横肉脸说道 大块头兄弟 一会儿还是你来吧 早点干完 咱们早点下山 横肉脸非常鄙视地 接过一后生手中的锄头 朝手掌心吐了点口水 这才发现满地都是坟包 这文明哥 我该挖哪个啊 那个 这个 还有这个 扎文斌拿起锣盘 在这乱葬岗里走了一圈 迅速指定了剩余三座坟墓说道 好嘞 横肉脸扛起锄头 一时间真的是黄土遮天 他这台人肉挖土机一旦开动 效率可顶得上五六个后生 把那群人看得是目瞪口呆的 有了 当第二口棺材出土的时候 横肉脸喊道 扎文斌让卓雄和铁牛两人负责把那口棺材搬到自己跟前 然后又让横肉脸去挖剩余两口 自己则要看着那群蠢蠢欲动的后生 生怕他们就胆小跑了 当剩下的三口人形棺材一直摆在自己跟前的时候 扎文斌又把那两只小手放到正中间 然后在每一口棺材的前面地上都立了一个小土堆 取出四根长箱来 依次点燃 每个土堆上面都插上一根 以小手为中心 四散开来 扎文斌轻轻说了一句 所有人都背过身去 不准回头看 等我说好的时候 才可以转过来 这群后生哪里晓得他要干嘛呀 他们只知道这个道士肯定是要做法了 这会儿对于偷窥法士的兴趣 已经超过了心底的恐惧 不过这道士身边那两人看似都不是什么善茬 所以呢 也只得听话地乖乖地转过去 扎文斌从怀里取出一张黄纸 用最快的速度站上竹纱 在纸上画了一个娃娃的图案 取出那柄祖传大印 朝着娃娃身上按了个印章 不偏不倚 刚好将整个画像都包围了进去 然后又迅速地把这个娃娃的身体撕碎 按照头颈 身子 双腿和双手分成了四个部分 然后向天一洒 四张纸片 纷纷扬扬地落向地面 其中有一张纸片 落在了那只包裹手臂的纵上 另外三张分别落在了其他三口人形棺材上 扎文斌嘴中开始念叨 当当游魂何处留 惊须异怪坟墓山林 惊请山神武道陆将军 当方土地家宅造军 查落真魂 收回附体 筑起精神 天门开 地门开 天地门开 千里通子送魂来 勿奉太上老君 奇迹如律令 扎文斌的右手手掌向内举起 四根手指开始不停地挪动 除去综上的一张纸片 其余三张开始慢慢移动 先后跌落到了地上 并且逐步向中间靠拢 再细细一看 原来是他的手指上 还有一根头发丝粗细的线 捆在手指上 另外一头穿在四张纸片上 这头一动 那边的纸就像和皮影戏一样 开始动了起来 若仅仅是这样 他也就不是扎文斌了 就这种招式 手上灵活点的人都能玩得起来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 就不是人力所能操控的了 随着那几张纸片 开始缓缓向中间合拢 地上的四根箱 原本都是各自一粒清烟生起 此时那道烟却开始弯曲 隐隐地竟然开始向中间聚拢下来 扎文斌的额头上开始冒汗 手指每一次拉动纸片 都像是要付出极大的力气 在几次挣扎之后 那张纸片已经就要完全贴合了 而那四炷箱也要合而为一之时 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了呱的一声怪叫 一个巨大的黑影直扑扎文斌的面门而来 他哪里来得及闪躲呀 这一击来得太突然 也没看得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便左手拔出七星剑来打 只听见当的一声 好似金属碰撞 接着一道黑影从扎文斌的头顶掠过 他只觉得脸颊上火辣辣的痛 用手一摸才发现 一手的鲜血 但是右手呢 依旧没有停止 眼看这张被他撕碎的纸 就能在地上重新拼接起来了 黑子开始疯狂地朝头顶的树林狂叫 他焦急不安地围着扎文斌转来转去 两只乌溜溜的大眼睛盯着空中 有一个后生没能憋住 他想着后面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就那么回头看了一眼 他只看见那棺材的前方好大一缕青烟直冲而起 却不腾空 只是在那四下翻腾 他觉得很是惊奇 为什么这烟他不走呢 便疑了一声 就是这么一声疑 那原本已经聚成一团的青烟立马散开 重新分成四股 而扎文斌手指上已经绷得紧紧的线 碰碰碰 纷纷断裂 他的脸胀得通红 突然一口鲜血喷出 整个人往前一趴 一头栽倒在地上 那后生吓得发出啊的一声尖叫 所有人几乎都同时转过身来 卓雄一把抱起扎文斌 便要往山下赶 他却摇摇手示意把它放下 然后捂着胸口艰难地问道 刚才是谁转过来了 卓雄鹰一般的眼睛迅速扫过众人 其中有一个后生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 卓雄一个剑步上去 抓住他的领子 一把就把他从人群里拖了出来 吼道 是不是你 这后生哪里见过这阵时啊 但他呢也是个要面子的人 嘴上还不认输 说道 是我又怎样 要不是我把他弄成这个样子的 卓雄原本已经把拳头捏得咯咯作响了 一听那后生还在降嘴 更是火大了 不由自主便把拳头提到了半空 只听到啊的一声 就见那后生捂着后脑勺 栽倒在地 原来不等卓雄动手 旁边的铁牛已经把自己那蒲扇大小的巴掌 狠狠地扇到了那后生的脑袋上 大骂道 再张嘴 你牛哥把你塞进那棺材里 铁牛这个杀猪将呢 那力气自然不是盖的 本身自己杀气就重 加上平日里在村子里就是个横惯了的主 他这一发火呀 其他几个想说话的后生哪里还敢动啊 一个个全都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 双腿打颤了 因为旁边那个比铁牛块头还要大 就像个人肉坦克般的横肉链手里 已经多了一根大碗口粗细的树干 谁都不知道这家伙会不会朝着自己抡过来 因为刚才他可确确实实 把身边的这棵小树硬生生地给掰断了 都住手 扎文斌的嘴边还冒着夹杂血色的泡沫 这种伤啊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受了 道法这玩意儿啊 掌握不好火候或者说是被打扰 是非常容易受到反噬的 鬼力非人理可比 人只能通过引导的方式来调动鬼力 但一旦这种引导失败 就会被脱了江的鬼力反噬 这就跟人用一根皮筋去拉动重物一样 若是这根皮筋被切断了 便会狠狠地反弹回来 砸到人的脸上 卓雄带着一丝怨恨 看着那后生 重新站到了扎文斌的身边 扶着他 扎文斌带着一丝歉意 看着那后生说道 别见怪啊 我这兄弟是个急性子 心底不坏 见扎文斌来给自己赔不是 那后生不觉得也自己脸上一红 他是知道因为自己的莽撞 才让这位道士受了伤的 心里也非常过意不去 赶忙道歉说 是我不好 没有听你的吩咐偷偷瞄了一眼 可能也是因为听到那怪叫 以为出啥子事了 铁牛见他还想为自己狡辩 那不善大的巴掌又举了起来 被扎文斌连连阻拦 别怪他了 确实 刚才我见着一只大鸟 在观念时刻袭来 看样子 要拒这娃娃的魂 还得先破了射局的人 鸟 铁牛见这林子四周都是空荡荡的 并未见到有鸟的存在 但是黑子呢 却一直警觉地盯着空中 两只眼珠子不停地搜索着 应该是一只老瓜 这种乱葬岗里 是他们最爱待的地方了 扎文斌虽然没看清那大鸟的全部 但在那一带 这种被人叫做老瓜 也就是俗称乌鸦 它向来是被农村人 使为晦气的东西 因为乌鸦还有一个别名 暴丧鸟 我有这个 有一个后生 怯怯地从腰上拔出一件东西 顿时一群后生都开始大笑起来 原来那后生拿出了一把弹弓 在众人的哄笑中 他接着又从兜里掏出了一把泥弹来 不好意思地说道 喜欢打鸟随身带着的 那就先掏了郑主的 把个娃娃葬在这儿 用水银封魂 这个人实在是恶毒的井 原本收了这娃娃 扎文斌打算把他给送走的 那样被他勾去的胡肠子的魂 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开了 这事呢 也就这么过了 这里面的门道 他也是听过的 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埋上童子 不懂的人以为是陪葬的 其实这是用来做接引童子的 社局的人肯定是懂行的 幻想自己死后能够成仙 需要童子来接引 但若就是这样埋上一个娃娃 死后便会魂归大地 哪儿还能有童子啊 于是便设计下这么个恶毒的办法 把尸体分解 分别用水银封住 然后再移植造假躯壳 误让那娃娃以为自己的身体是完好的 便安心待在这里 实则那娃娃已经被分成了四个部分 扎文斌可以判断出当时的手段残忍 这个娃娃不是一次性死亡的 而是慢慢地被折磨而死 先砍去这娃娃的手脚 然后想办法续命 保证人不立刻死去 然后装进人形棺材里 让手脚每个部分都残存了一部分魂魄 最后才开始取下头颅 因为七窍被水银所封 所以魂魄不能出窍 这娃娃装在人形棺材里呢 又以为自己尸首尚好 并不会对主人心存怨恨 只是因为魂不能聚 也不能散 便一直待在这 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残存的魂魄 在人形棺材的作用下 就等于有了四个童子 这应了那句四方童子来接引 又可以保证这童子永世存在 不会灭亡 因为孩童是顽皮的 所以胡长子路过这里呢 被那娃娃某一个部分的魂魄看到 便去勾了她的魂 自己附了上去 想必是社局者发现童子少了一个 局不能成立 所以大为光火 弄了个调虎离山之计 把她抓了回来 不过这地方看似是一个乱葬岗 其实啊 也是社局者刻意所为 想必地上那些痰痰罐罐和棺材都是道具 那些灵力的坟包里只有一个是真的墓主人 这么做无非就是设置一个假象 一来是用作掩盖自己真正的墓 二来是告诉他人 这里是乱葬岗 最好别进来 因为大多数人看见了这些东西都会自觉地退出 怕沾了晦气 而盗墓的呢 一看是乱葬岗 想必就是个平民墓 也不会下手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高超的伪装术和防盗术 现在看来 胡肠子的老爹是进错了地方 才会被他爷爷打死 没有一个妄图成仙的人会选择滥杀无辜 那样只会招来他人的报复 可能是当时他们在打猎的时候碰到了禁区 那人不得已就下了死手 才要了他的命 就像是刚才那只老瓜一样 与其说是要我的命 不如说是一种警告 那怎么办 我们要撤吗 卓雄问道 扎文斌说 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成仙 只不过妄想罢了 这娃娃倒是挺聪明的 到现在也没把胡肠子的魂给放出去 我想这就是他想告诉我的 让我解开他 他才会放了胡肠子 既然是一笔他和那小鬼之间的交易 那么现在交易的筹码在那娃娃手上 扎文斌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拿出罗盘 扎文斌开始用步子丈量整个乱葬岗 既然是按照阵法来布的局 就一定找得到那个坑所在的位置 最终他的脚步停留在两个坟包的中间 那里长着一棵歪歪扭扭的野柿子树 因为这常年照不进阳光 所以这树的长势非常差 应该就是这里了 这棵树肯定是后栽的 所以比四周的树都要小 这家伙真的挺隐蔽的 连个坟头都没有 又怕后人找不到 弄了棵树 大块头兄弟 就在这儿挖 说着扎文斌用七星剑 在地上圈起了一个大枝的范围 横肉脸提着锄头便走了过去 先是顺手一掰 那棵也不知道是几百年了的柿子树 立刻应声而断 被他丢在了一旁 他抡开那肌肉膀子一顿猛挖 只听见当的一声 地面上火星一窜 把横肉脸的虎口都震得发麻 这下面是石头 横肉脸拨开表面那层黄土之后说道 难道我推错有误 扎文斌赶紧跑过去一看 我这还有点痛的胸口说道 哇对了 这是块墓碑 这家伙为了隐蔽 连墓碑都一块埋下去了 你们去帮帮忙 把这东西给撬起来 下面肯定就是正桌 他稍稍往后退了几步 其他几个后生 在铁牛那杀人的眼光威逼下 只好也加入了施工队 在一大群人的合力下 发现这还真是一块用巨大麻石 雕成的墓碑 得有上千斤 这帮人用了吃奶的劲才给挪到了一边 只见那墓碑上没有刻字 只画了一幅图 图案正是四个接应童子 跪坐在地 目送他跟着一头牵着路的神仙腾云而起 铁牛朝着那墓碑 呸了一口弹 骂道 就你还想呈现 只听见哇的一声 那个黑色影子又不知道从哪里突然窜出 速度极快地迎着铁牛飞去 看样子 目标是冲着他的眼珠子 说时迟那时快 只听见咻的一声 那只老瓜在空中身子一颤 接着便扑动着翅膀 开始往下掉 黑子早已对这个讨厌的大鸟怒不可遏 只是自己够不着那高度 这下机会来了 岂肯放过呀 还没等那只老瓜落地呢 黑子便一声怒吼 甚至朝天一跃 连同那肚皮都朝上来 两只前爪一把搂住 张开大嘴一口咬住 落地之后 他便跟疯了似的 叼住那只可怜的大鸟 在地上狠命撕咬 没一会儿 那只老瓜就被他撕成了碎片 众人回过神来才发现 那个后生手上举着的弹弓 还没放下 嘴里喃喃说道 我居然打中了 铁牛高兴地拍了他一把 让那后生不禁双腿一驱 哈哈说道 好小子 有两手 等回去了 牛哥请你们吃猪下水 好 那群后生被这么一激励 又来了兴致 一个个又开始卖力地挖了起来 这坟藏得够深 挖出来的土都能够堆起四个坟包了 才勉强见到底 这里面埋的根本就不是一具棺材 而是一个半米长的盒子 但是做工却非常精美 上面有墨浴相嵌 扎文兵取出来一看 木料应该是紫檀 该不会也是个娃娃吧 不是 人绝对不会用这么小的东西 扎文兵让众人稍稍走开些 把那盒子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地上 盒子上有一个活的锁扣 但是让扎文兵诧异的是 这锁扣的状态不是关着的 而是打开的 这里面埋的肯定是宝贝 我猜是骨灰 哪有这么高级的骨灰盒 肯定是陪葬的宝贝 一群后生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可扎文兵总是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下葬的盒子怎么会是开的呢 一大群人把扎文兵围在中间 都等着看最后的结果 那盒子被轻轻开启一条缝的时候 又胆小的人立马就缩到了后头 好奇心与害怕 在每个人的脸上写的是那样分明 但是等到真相大白的时候 大概所有人都不会猜到会是这样 当扎文兵完全打开盒子的时候 里面放着一匹金黄色的绸缎 绸缎的一头呢 搁着一枚绣花小枕头 上面还盖着一床大红色的小被子 被子上绣的是童子宋仙的美好图案 如果按照摆设来看 这可真是一口棺材 但是里面睡着的却不是人 黄大仙 有一后生喊了出来 接着便立马跪下来 在那猛磕头 另外几个后生也跟着开始双腿发软了 以为自己闯下了大祸 咄咄嗦嗦的也跟着下跪了 还有几个后生则为了表示自己不信息 硬挺着 但是脸色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这盒子里面埋的正是一只黄鼠狼 照说呀 这批二十来岁的后生 是不会对这种东西害怕的 但确实是有一段真实的事情 刺激了他们的神经 扎文兵又轻轻地把盒子给关上来 准备告诉他们 没什么黄大仙 这只不过是有些人玩弄的鬼把戏 但是铁牛呢 却把扎文兵给拉到了一边 说了这么一件事 铁牛说 我们村里黄鼠狼一只挺多 过去也常有谁叫的鸡和鸭被咬死 因为这畜生狡猾得很 所以运老拿他们没办法 被打猎的人都说不愿意打这东西 说这玩意邪门得很 后来没办法 只能家家户户都养狗来地方 山区多野兽也是正常的 养了狗 黄鼠狼来村里祸害的次数 确实是减少了 但也就是三年前 村里出过一件事 这帮孩子都知道 铁牛又指着指那第一个下跪的后生 嘟嘟嘴说道 那就是他的表叔出的事 他表叔原本也是村子里一好劳力 扛着两百斤的东西 能走三里多地都不歇 他们家原本也养了条狗 不想给村子里毒老鼠的人给咬死了 也就没继续养了 后来他们家就开始遭黄鼠狼了 显示一窝小鸡全部被咬死 后来就开始咬母鸡 他表叔这人跟我一样 不信邪 就弄到陷阱 过了几天 还真让他抓到一只 他心里那个恨呢 立马连笼子一块都丢到了村口的鱼塘里 把这东西给活活淹死了 那张皮子被他给剥了下来 用钉子钉在墙上晒干 据说有人收这东西 能换五脚钱呢 结果没有几天 他表叔就还是发疯 他们家人都听到一个女声 从他嘴里喘出来 说什么 你把我害死了 我就让你受苦受罪之类的 之后就开始用头撞墙 用手把自己身上抓得鲜血淋漓的 最后还用刀子去割自己的肉 他家人只好把他绑在床上 他就用非常大的力撞床板 那会儿还不认识你 他们家找了好多人看 也没笑我 有先生说是得罪了黄大仙 后来祖祖受了一个多月的罪 在一天晚上 把绳子给绷断了 跑了出去 等家里人找到的时候 他表叔的尸体 正飘在村口的鱼塘里 捞起来的时候 大家才发现 他表叔的手里 死死地拽着那张黄鼠狼的皮子 后来村子里的人觉得邪乎 就把那口鱼塘给填了 说到这儿 扎文兵倒是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他的师父呢 曾经跟他说过 在民间有一个说法 叫南毛北马 说南方人驱邪这一块 主要是道数 特别是毛山派 他们的正天道啊 就是属于毛山派的一个分支 但要说北方 那就得是出马仙了 虽然扎文兵不懂 什么叫出马仙 他也没见过 真正的出马仙是什么样 所以不敢确定 这种类似于萨满教的信仰 有多大用 但是他知道 巫术这种东西的存在 确实有它的根据 道家里头有很多东西 也跟巫术有一丁点的挂钩 比如说用冲服水饮用 就能驱邪 中国古老的文化 实在是太多了 真正懂得这些道门的 又何止他天正道一家 只是传承下来的 越发少了 不懂 但不代表没听说过 这民间啊 自古有五仙的说道 多半人和动物之间 发生的那点邪门事 都跟这五仙有关 也称为 狐黄白柳和灰 分别是狐狸 黄鼠狼 刺猬 蛇和老鼠 一来可能是这些动物 常常出现在人类的活动范围内 不免会沾染些人气 所以关于这些动物的传说 是非常多的 在各种古代小说里 也是登场的常客 当然 扎文斌对于这些东西啊 并不懂 索性也就不解释了 他只能按照他能懂的东西 来处理这件事 人能修道成仙 那也不排除动物有这个能耐 当然了 这个黄大仙 在道教中也是有的 名字呢 叫黄出平 被封为 养肃静正真人 号黄大仙 故号称 赤松仙子 在南方 还是非常有名的 香港就有一个黄大仙区 但是跟这个黄鼠狼的黄大仙啊 完全不是一回事 扎文斌心想 不管作乱的是人还是动物 这等邪恶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善类 我是不会怕什么黄大仙来报复的 你若敢来 大应伺候 废了你那百年道行便是 等到再回到那盒子边 扎文斌便说道 都起来 没什么黄大仙 一只害人的东西罢了 再一看 那盒子里哪儿还有什么黄鼠狼啊 空空如也 跑了 铁牛不可思议地看着空盒子说道 莫不是真成仙了吧 扎文斌拿起那下面铺制的筹子 仔细一看 里面还有不少新鲜的泥土 刚才都被盖住了 卓雄愤愤地拿起那盒子 使劲丢到了地上 骂道 想必是这畜生那一弯跑出去 叼出来的骷髅在作祟啊 这坟肯定是被他开了洞眼 平时进出 这盒子就是他的老窝 用来睡觉的 所有人都认为 是这只黄鼠狼在作祟 可扎文斌呢 却不那样想 黄鼠狼再厉害也只是个畜生 而这片地方不是人力 绝不能为 接着往下挖 扎文斌说道 还挖 这不就是个黄大仙的坟吗 扰了黄大仙 我们都要走报应的 那个跪着的后生哭丧着脸说道 扎文斌跳下那大坑 捏了一把土 放在手里搓搓 发现这下面依旧是五花土 证明这下面的土 还是被人动过 重新填埋进去的 说道 只管挖 别管什么黄大仙 一只畜生能有多大能耐 就算成了精 那也只是这畜生罢了 这个地方 是按照严格的阵局布下的 黄大仙再神 也做不到能搬出童子接引阵 我估计 这只黄鼠狼八成就是个守灵的 如此看来 我们才挖了一半 还得继续 铁牛听扎文斌这么一说 他本来就不信什么黄大仙 第一个拿起锄头 就跳了下去 横肉脸和卓熊呢 也先后拿着稿子挖了起来 唯独那群后生 这会儿又蔫了 一个个铁青着脸 看着他们继续 这坑要说深 那还真有点 扎文斌检查着运送上来的土 没看一眼便说道 还没到底 一直挖到下午三点多 太阳都快下山的时候 凭借着这三个人肉挖土机 已经下去八米多了 当卓熊的稿头 砸到一块青砖的时候 他们才算是真正踏入了这该死的墓穴第一步 随着一块块砖头被取出来 一个大黑洞渐渐露了出来 今天没带什么照明设施 扎文斌只好点了个火折子丢了进去 正巧就丢在了一口黑须须的大棺材边上 这上面的人 这下面还真是别有动天 那群后生哪里见过这种架石的墓啊 心里那个后悔 早知道就不嚷嚷着上来看热闹了 现在这个地步 他们是没得选择了 走也不是 马上就要天黑了 谁敢说能好着走下山呢 胡肠子的栗子放在那儿呢 留下 谁有那胆子在乱葬岗里过夜啊 因为没带登山锁 扎文斌只好让卓熊砍了些藤条之类的捆在身上 决定亲自下去探一探 算算时辰不多了 扎文斌又从兜里取出了一把白石灰 在地上撒了个圈 以圈为圆 用石灰画了个八卦 把那掌门大印丢在镇中间说道 我上了之前 你们都留在这圈里 不准出圈一步 那些个后生 争心恐后地往圈里钻 卓熊想要跟着下去 却被扎文斌阻止了 你在上面看着他们 别乱跑 我去去就来 扎文斌背着乾坤袋 就慢慢下去了 本来这儿就晒不到什么太阳 这个时辰 林子里已经挺黑的了 一群后生 在圈里一个个不敢动态 只盯着那大印干瞪眼 卓熊见天色已晚 便点了火把插在边上 淡淡的火光把这几个人照得有一丝温暖 其中一个后生无意中一瞥 然后啊的一声大叫 扑到了卓熊怀里瑟瑟发抖 那后生小声说道 哥 你看那圈圈上的脚印 卓熊定睛一看 果然不知何时 扎文斌洒下的石灰上 无缘无故多出了一排脚印 无一例外的是所有的脚印都是脚尖向内的 这脚印显然有些凌乱 并且还在逐步增多 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踏出圈内的 他们就像是被一群狼包围着的羔羊 后生们吓得都不敢互相看了 也不敢说话 就连一向胆大的铁牛也变了脸色 唯独杭肉脸和卓熊不怎么在乎 这些东西啊 他们两个跟着扎文斌见多了 也就习惯了 没事的 几个孤魂野鬼 进不来的 卓熊安慰着这群 初次和脏东西打交道的人 扎文斌下了地 打着火车子扫了一眼 只见周围一片绿油油的眼睛 正盯着自己 可惜光线实在是太暗了 以至于他只能看清楚 自己跟前那口大棺材 从兜里摸出两根蜡烛点燃 插在地上 再抬头一看 那些个角落里挤着一大圈黄鼠狼 正滋着牙齿凶狠地看着自己 这玩意儿虽然小 但是牙齿却很锋利 粗粗看了一下 这里恐怕有不下三十只 要真的一起扑过来的话 扎文斌估计也够呛 这种传说中能有点通灵的畜生 最是喜欢出没在老坟里 他们能打洞 而且生性残暴狡猾 其中有几只体型略大的 几番跃跃欲试 想来攻击这个擅闯自己地盘的人类 扎文斌本不想去招惹这些东西 他要做的就是起开眼前这口棺材便是 可没想到他的手才搭上棺盖 有几只黄鼠狼立马就冲了上来 扎文斌连忙闪开 那手一离开棺材 这几只黄鼠狼便又停了下来 只是背上的毛全都竖了起来 这是一种警告 他们不让扎文斌碰那口棺材 这人和畜生就这么僵持着的时候 扎文斌听见 外面传来了一阵熙熙攘攘的人 在说话的声音和狗叫声 抬头一看 却见几道光柱照了下来 有个声音在上面喊道 伦敏哥 你怎么样了 是抄子 原来村子里的人 见他们上去一整天了 还没个动静 老村长也急了 赶紧通知了村里的一批 常在山上活动的猎户 进山找人来了 抄子听说他们还没下山 也急了 非要跟着上山去找 听说扎文斌一个人下了地 劈头盖脸的就训了卓熊一通 几只猎犬在黑子的带领下一顿狂叫 那些石灰上的脚印 再也没能多起来了 想必这人一多呀 阳气就足 也把那些个东西都给赶跑了 这会儿他们已经和几个猎户 还有卓熊 先后下了洞 猎户们下地一看 好家伙 这么多的黄皮子 顿时头皮都开始发麻了 他们平时什么东西都敢打 唯独这玩意儿从来不愿意碰 抄子还带来了一个消息 文明哥 村长说胡肠子的油灯烧得越来越暗了 怕是快不行了 你们来了也好 敲了这棺材一看便知 扎文斌说完就要去翻那棺材盖 几只黄鼠狼急了 猛的就往前冲来 那些个猎户虽然手里端着枪 可就是没人敢动手 毕竟三年前的那个教训谁都知道 但是那些黄皮子这次恐怕失算了 这里面不仅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事情 而且还是个杀神投胎的 抄子见到一群小畜生也敢来凶 抢过身边的一猎户手上的枪 轰的一声轰出去 震得整个墓室顶上尘土飞溅 当场就有三只黄鼠狼被打烂了 还有几只受伤的正在地上挣扎 何少爷 这些东西打不得呀 要遭报应的 那个被抄子抢走猎枪的人 哭丧着脸说道 报应 抄子这脾气一上来 加上何老又刚走 正憋着一肚子气呢 迅速从那猎户身上摸了几发子弹 说道 既然要报应 那爷爷今天就端了他们的老窝 杀他个片家不留 抬手又是一枪 把那几只正往回爬的黄鼻子 一同给送上了西天 剩下的那些黄鼻子被打蒙了 一个个愣在那儿 不敢动他了 同伴的鲜血刺激着他们的神经 死亡始终是最大的震慑 不管是对人还是动物 抄子把枪扔给了卓雄 说道 瞎子你拿着 要是还敢上来就干死这群畜生 我去帮文明哥开关 几个猎户连连摇头 这城里长大了娃娃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连黄大仙也敢打 卓雄拿着这杆大杀气站在扎文斌身边 剩下的黄鼻子哪里还敢动啊 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那棺材被一点一点地开启 打开棺材一看 里面乱七八糟的充满了干草和破棉絮 甚至还有塑料袋 扎文斌可傻眼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看这幕少说也得有个几百年了 怎么能有这些玩意儿呢 单凭那些角落里堆着的瓶瓶罐罐 抄子就知道价值不菲 棺材里面怎么这么狼狈呢 扎文斌戴上手套 慢慢地揭开那层破棉絮 发现下面竟然有几只粉红色的小东西 还在蠕动着 小黄鼠狼 扎文斌惊奇地发现 这层破棉絮下面居然有一窝刚出生的小黄皮子 怪不得他们这么紧张呢 一窝端了 抄子准备拿枪来打 却被扎文斌拦住了 不要乱杀声 动物也有灵性 是这玩意儿搞得鬼 抄子有点不相信这种小动物也有如此能耐 扎文斌没有回答 准备再掀开一点被子看看 因为他已经看见了那层被子旁边露出的头发丝 这下面肯定还得有人 郑狱动手 只见一个白影 搜带从棺材里面一射而出 净直扑向了扎文斌 他哪里料到还有这样的情况啊 一个来不及反应 只觉得喉咙一痛 然后拼命地挥打着拳头 一个硕大的白色黄鼠狼 死死地咬住了扎文斌的脖子 他甚至能感觉到血液从喉咙里被吸出的声音 与此同时 那些原本愣着的黄鼻子也跟发了风似的向人群冲来 卓雄带头打响了第一枪 余下的那些个猎户一看要出人命来 也顾不得那些诅咒和报复的传言纷纷开起枪来 虽然黄鼻子不能抵御子弹 但是他们身手敏捷 还是有几只成功蹿到了人身边 一个个直取喉咙 一时间人和黄鼻子陷入了肉搏战 黄鼻子凶狠的撕咬声和人们的痛叫声 顿时在下面乱成了一锅粥 当抄子替扎文斌拧断那只黄鼻子的喉咙时 战斗已经结束了 所有人身上都挂了财 这种看似弱小的动物实在是凶猛的井 此时的扎文斌脖子上被咬破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洞 抽子紧急查看 还好没咬到动脉 给临时做了止血包扎 便要背着扎文斌出去 可是扎文斌却不肯走 喉咙的伤让他几乎说不出话来 走到那棺材旁边也不管什么讲究了 双手抬着那棺材用力往边上一翻 轰隆一下子里面的东西散落了一地 其中一具已经干瘪了的尸体也滚落下来 走过去一看 那尸体的模样哪里是人啊 虽然脸上的肉已经萎缩成了一层皮 还粘在骨头上 但那个嘴巴呢 确实尖尖长长的 还有几枚非常锋利的尖牙露在外面 眼睛呢 也和正常人不同 是那种典型的狐狸眼 要是单单把这个头给拧下来啊 你让一百个人看 都会说这是一只特大的黄鼠狼 可这具尸体呢 偏偏有手有脚 还穿着人的衣服 这立马就让渣班兵明白了 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真正的黄大仙儿了 王庄那地方的人口 也多半都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 牵过来的 所以关于之前的历史 谁也不知道 也有人从自家的地里面 刨出个瓶瓶罐罐的 其中抄的收的那个玉石件 也是当地村民从田里挖出来的 据说新中国成立之后 这也曾经过平坟还地的运动 现在王庄不少人家的地基下面 都是老坟子叠着老坟子 露出地表的基本也都在那个年代被后迁徙过来的人们消灭光了 这也足以说明以前这块地曾经有着大量的人口 只是后来才消失了 那这个鬼地方是不是出过一个黄大仙儿 也就更加无从考证了 扎文兵认定 基本就是这个东西在作祟 至于这种人是怎么来的 他也不知道 看着这群黄鼠狼在他的庇护下倒是成了灾 加上这块地方呢 做坟山绝对是要断子绝孙的 今天把这窝黄鼠狼给端了 也算是硬了这块风水 臭子觉得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碍眼 便打算一并拖出去烧了 免得再祸害人 就拿根绳子准备去记住他的脖子 这小子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喜欢骂 这会儿啊 他一边吊着那尸体 一边还唾沫横飞地骂着 而一滴唾沫心子 就这样溅到了尸体的嘴巴上 干完这个 抄子把身子一转 就准备拖着他出去了 这群被咬伤的人 还得下山去医院打针呢 可耽误不起了 抄子非要留在最后一个早 还一个劲地催着扎文斌掀上去 等看到扎文斌爬上绳子了 他这才黑黑一笑 嘴里嘀咕道 敢咬你超爷 说过让你断此绝孙 就肯定一个不留 原来这小子是惦记着那窝小的 还没被宰掉 战场上的经验 让他记住了 烟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的道理 刚想转身准备走 超子只觉得 背后有人把手 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后颈子上 还传来了丝丝凉意 这里可就剩他一个人了 那背后是谁啊 超子额头上顿时冷汗开始往外涌了 他知道自己这是被鬼搭尖了 被鬼搭尖绝技不能回头 一回头就得出事 这是扎文斌常常说的 超子也记得 但是扎文斌可没说过 被鬼搭尖了 不准说话 文斌哥 超子在下面一声大叫 扎文斌正要出去呢 低头一看 好家伙 超子身后那具古怪的尸体 居然站在那儿 他哪里来得及考虑呀 猛地向下滑去 那手掌和绳索之间的摩擦 带来了大量的热量 瞬间就破了皮 但是还未等扎文斌落地 超子已经摇摇晃晃的 和那具尸体一同向地上倒去 其实啊 被鬼搭尖是不能这么喊的 这么用力一喊 那阳气便立马给泄了出去 刚好给后面那主可乘之机 扎文斌见超子中招 那心里自然是一股无名火旗 直接从八卦袋里 翻出了一枚灭魂钉 朝着那黄大仙的脑门子 狠狠拍去 灭魂钉是何等的兄弟呀 那黄大仙顿时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原本蜡黄的皮肤瞬间就开始变黑 连在一块的头颅 也发出了轻微的咔嚓声 这是里面的骨头断了 扎文斌再翻出八卦镜 往那尸体上一照 一个朦胧的人友显现了出来 并且开始慢慢地变淡 一直到消失不见 魂被打散了 生鲜的美梦也就没了 抄子呢 这算是着了道了 这黄大仙一去 他过了没多会儿就醒过来了 非要去灭了那群小的 最后还是扎文斌劝阻 这老的没了 小的自然也活不成了 不要再杀生了 他才兴兴地离去 再回到上面 天色已经漆黑一片了 扎文斌让抄子和卓雄 带着后生们和猎户先下山 他还得办点事 黄大仙一死 这收魂的事情那就好办了 等到那群人一走 扎文斌把那些原本分散的尸首 一样样给重新找了出来 放到一口小棺材里 然后重新给埋了起来 剩下的那些纸糊的 都被他一把火 并同多余的棺材给烧了 然后带着黑子 最后一个回到村里 第一拨人回去的时候 就已经收到了消息 胡肠子已经醒了 只是叫着肚子饿 他媳妇正在给他下面条 等到扎文斌下山 胡肠子已经三大碗面条下了肚 听说是这位先生救了自己 硬是要下床给他磕头 却被扎文斌阻止了 村里头包了一辆面包车 拖着这些受伤的人 赶紧直奔县城 打针消毒去了 等到再回到村里 已是大半夜了 扎文斌刚刚躺下 那个穿着红衣服的小孩 便出现了 朝着扎文斌 又是坐衣 又是下跪的 折腾了好久才肯离开 想必是敢去投胎了 在王家待了两天后 就到了给和老覆山的日子了 过去 人死后是不立即下葬的 只是把棺材浅浅地埋下去 上面盖上一层薄薄的土 相当于把挖的坑给重新填上 但是地表却是平的 不留坟包 需要等到下葬三日之后 再去做上一次法事 给立上坟包 这就叫覆山 但是啊 因为现代人呢 都给坟上加个水泥顶 一来是坟墓坚固 遇不着水 二来 也比过去 要显得更像个样子 就是因为用上水泥顶了 所以复山这道过去一直存在的殡葬文化 已经消失了 因为在下葬的时候 就已经用水泥封了拱顶 一次就到位了 但是扎文斌可没打算把这道工序给省下来 他决定 还是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走上一遭 这一天 家里的几个亲戚捧着熟食 拿着祭祀所需要的东西就上了山 摆好按台 点了香烛 扎文斌从坟前捧起黄土 在那水泥顶上 垒起了一个小土堆 用石头压上几张黄纸 算是给和老附了山 在放置石头的时候 扎文斌觉得 自己左手的小拇指 开始变得僵硬 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 而吴明芷呢 也隐约有些开始发麻 他没在意 以为只是最近在外面活动多了 可能关节受了点风寒 晚上 一些至亲好友坐在王家吃了一顿饭 这顿晚饭的意思呢 便是适折已去 丧事到了今天 可以算是正式结束了 抄子送别了这些亲人 并有和扎文斌他们凑到了一块 商量之后的生活 总之 抄子的意思是呢 还是干点倒腾古玩的买卖 卓雄已经把四川留下的产业 都低价卖了 他也不愿意回去了 横肉脸呢 本来就是跟着来的 也就打算留在这边 扎文斌则希望回乡下种田 用毕生的时间来破解那幅鬼传 告慰何老的在天之灵 最终的结果呢 是他们几个人出钱 在扎文斌的老家盖一座大房子 抄子和卓雄专门负责倒腾 这横肉脸呢 负责帮扎文斌干农活 因为他力气大 那一天呢 他们还有了个新的收获 就是扎文斌给横肉脸取了个名字 叫大山 从自立行间也就能明白这意思 幸随卓雄 因为啊 他们都是一个寨子里出来的 事情当时就这么定下来了 扎文斌准备给何老做完头七 就准备开始动工 准备前期的很多事情 比如买材料 寻工匠 张罗图纸 扎文斌自己是个道士 所以破土动工这些事情 他都会看看日子再进行 所以房子暂定在二十天后柴 那段时间里 大家都挺忙活的 但是因为他平日里为人好 经常给人帮忙 所以呢 相礼相亲的都愿意给他帮忙 像是帮不上忙的 如金馆长那样的 知道给钱扎文斌不会收 就索性派人从县城里 拿最好的钢筋水泥往这送 弄得扎文斌倒是有几分尴尬 但是有一件事 扎文斌他不知道怎么讲出口 何老还有个头七没做 超子也提醒过他 但是他却说时间没到 扎文斌是算过的 他不是在第七天 而是在第十八天来 人死之后呢 都会被鹰差押回来看一次 了却生前的愿望 免得在下面还有念想 也就是我们说的回魂液 这回魂呢也分两种 一种就是普通的回魂液 一般第七天头上 也有其他时间的 基本就是来看看就走了 只要把跟当日相冲的人 支开不要出现 基本上呢也就没什么事了 所以即使是提前 或者是推迟到第七天 也没多大关系 还有一种呢 名字就不那么好听了 叫回煞 回煞当日 所有人无论八字多硬 皆有被冲的可能 所以这个呢 就得让人提前打好招呼来 大部分人的回魂 是在第七天进行 所以民间也把这个回魂之夜 叫做投七 但实则对懂道的人来说 这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 若是算错了 或者根本没算 那是要出事情的 按人死之时的年月干支 推算出所谓的魂魄回家的时间 并且返回当天 有凶煞出现的就叫回煞 没有的则就是普通回魂 回煞呢 还要分几丈几尺 都有严格的区分 可以按照干支来推算 举例来说 倘若一个人死于甲子日 那么他的魂魄是九尺加九尺 那么合共就是一丈八尺 这个数值代表的就是魂魄入地的深度 深度越大则煞气越重 留的时间则越短 因为他往回赶呢 也需要时间 深度越小呢 则煞轻 但是停留的时间则就更长 巧的是 何老死的那天 恰好是农历二月初四 那刚好就是一甲子日 人有三魂七魄 死后魂魄离身 魄先散 再则是魂 三魂中 地魂是经常在地下的 主阳寿 天魂主欲 也经常不在身 唯有命魂 是一定依附于人身上的 通常说丢魂呢 丢的就是这个魂 人死之后 这命魄便会下地 由一丈八尺至九尺不等 但是这地魂在死后便会上升 每日升一尺 所以像何老这样 死于甲子日的 入地一丈八尺深 便要死后十八天才会回魂 因此 亡魂于回魂之前 其灵魂仍是留在土中的 一般人在亲人的回魂之夜 通常会于亡魂的必经之处 和放弃品的台上 撒下一些灰或粉 然后把门关上 告诫商人 切勿闯入骚扰 直到第二天黎明 回魂的时间已过 然后才集合家中个人 开锁入内观看 看看灰上或者粉上 有无手印或脚印留下 便知道亡魂是否已回来 扎文斌知道 何老的为人 那绝对是没话说的 但是这人死过后呢 喝过汤 地魂已出 那便是六亲不认的 所以他的心里头 还是有点犯处 但这事儿 终究还是得跟超子交代的 毕竟到了那天 要注意的事情太多了 扎文斌三思过后 终于还是在回煞的前天晚上 把这里头的事情 跟超子说了 何老是从王庄走的 所以这事儿呢 还得回到王庄去办 那一日早上 他们几个便早早地 赶过去布置 扎文斌 也跟着村里的人 打了个招呼 今晚没事的 就别出来溜达了 天一黑 尽早关门睡觉便是 杀鸡宰羊 弄了一大桌子供品 摆在灵台前 有了上次 抄子他外公回煞那件事儿啊 今天所有人都学乖了 是因为回煞时 也就是亡灵来到家的时候 是不能有生人的 为什么不能有生人呢 其实就是因为 在盗门里有说到的 如果有生人的话 鬼魂听到了声响 就不会进去 另外 是因为有的人火焰低 就会看到鬼魂 容易被冲 扎文斌准备了香辣纸钱 切成蹲子的猪肉 一根竹子 一张桌子 八个板凳 一个筛子 灶灰 鞭炮 爆竹 以及两份 倒头家生饭 一根筷子 横在两个碗中间 筷子上面 放上一枚生鸡蛋 他先是拿了那根竹子 然后在竹子上 贴上纸钱 是一张一张的贴 一直到整条 贴满为止 然后又借了梯子 把那房顶的瓦片 给拿下了一张 然后竹子呢 从那个洞里面 穿了出去 有点像电线的意思 这么做是为了方便 等会儿和老进门 这回煞 是不会从大门进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门上 有门神看着呢 所以这回魂 基本上 是从窗户 或者房顶下来的 若是遇上 开不了瓦片的屋子 也可以把这根竹竿 靠在窗户上 然后呢 准备一桌韭菜 摆好八张板凳 每张板凳上 放上一张纸钳 这是用来给 英差和和老用膳的 因为不能确定 他们会坐在哪一张 索性就都摆上 这筛子呀 就是用来晒灶灰的 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 都知道 那时候 都是用柴来做饭的 所以灶头下面呢 就会有灰 过去没有洗发液的年代 可以用那玩意儿 混合造脚和合手屋 来洗头发 效果远比现在电视广告里 那些个东西 要好得多 等到他们吃过晚饭 张文斌把那筛在上面 弄上灶灰 先是在竹子下面 细细撒上一层 然后按照他们要走的路 一直撒到供品前 和桌子下面 等有可能经过的地方 然后在大门上 拴上一只卢花大公鸡 要是有个什么不对劲的 就准备让卓雄砸这只鸡 只要鸡一叫 英差以为天亮了 就会立马压着鬼魂回去 事情就是这么办的 等到时间差不多了 扎文斌把所有的门窗 全部都封上 然后把所有人赶上了二楼 弄了两张天师符 把门一封 叮嘱他们 没脚开门之前 这门啊 便不能开 然后他只身一人 牵着黑子 去了和老那坟山下门 坐等这位老故人的出现 黑子越长大 就越发黏着扎文斌 现在是他到哪 他就跟着到哪 扎文斌摸着他的脑袋 有点想起了他 便顺手往怀里一摸 然后便停住了 太阳轮已经不在了 那些记忆也就没了 对不对 我现在就会打扎文斌